遮天蔽瑞的骑海 各式各样造型的坦克车 还有马来传统风筝报 以三档的竞选方式五花八门 让人眼前提亮 有些民间手工艺术家 也趁着这个大选择 接收订单做生意 有人趁机做生意 有人则是义务有兴趣 吉兰丹这里非常夸张震撼的骑海站 是每个晚上这些年轻党员们 发挥小蚂蚁精神 一条尼龙绳 小棋子 丁舒基一面一面地给丁桩上去的 然后再爬楼梯 将一整条的棋具给挂上去 除了棋子 马来传统风筝 还有这个非常显眼的 披着伊斯兰党绿色党旗的战斗机模型 这部用荧光灯和竹子架起来的战斗机 美轮美奂极可乱真 而且还可以做人呢 在走访期间 我们正好也碰上了 从灯家楼来的车队 支持者们很热情很兴奋 挂着伊斯兰党党旗 开着车在市区里绕 为候选人造势 整个氛围就像嘉年华一样 这一趟走访东海岸 我们发现到 其实这里的进审方式相对传统 不像西貌这里的大型政党行动室 这里每隔两百米 就有一个支部的姿势 想逢死 很多巴基就坐在这里 就像我们的咖啡店 Uncle一样 聊聊现在的政治局势 除了坐在Bondo分享证件 还有就是这样 三五十张椅子 伊斯兰党总秘书打击优丁 就这样给甘凤人 讲讲他们的治国理念 一些小茶点 一支麦克风 一盏路灯 简简单单 这就是吉兰丹 进审期间不一样的风景线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